还在食农教育法通过之后呢 瑞雪香农会将以往的农村体验课程 结合了食农教育扩大办理一系列 食农教育体验的活动 那么结合了明宏农场青农开办 来交朋友吧主题活动的课程 吸引了大小朋友来参加 那么在青农带领解说之下呢 了解芭蜡、火龙果等果树农场生态的环境 采摘水果以及炸果汁DIY 借此成为食农教育的好朋友 你可以先选看你要大颗还是小颗 颜色是白色还是黄色 在果园青农的带领下 大小朋友开心栽彩有机栽培的巴勒以及火龙果 接着将现材的水果清洗处理后 在DIY做成水果拼盘 个个想在地、食在地、开心不已 芭蜡还有火龙果都是现材的 不仅如此 有产地、现在新鲜池送到餐桌上的新鲜火龙果 青农发挥创意 加入新鲜水果 鲜炸火龙果果汁 大人小孩喝得津津有味 也品尝瑞瑟香农会、食农教育的新鲜美味 你自己打的果汁哦,是什么? 火龙果 火龙果,好喝吗? 好喝 农会有办理这个食农教育 就结合我们在地的农业的特色农产 像现在我在喝的果农果 可以让小朋友一起体验 芭蜡農会在食农教育法通过后 融合以往推动的农村体验活动 扩大办理一系列食农教育体验课程 尤其结合串联在地青农来推动执行 让更多人认识在地农产业 青农也乐当食农教育的推手 让社会大众支持认同在地农业 体验采芭蜡 然后自己切来吃 然后教他们如何挑选芭蜡到果肉上采市场 然后去比较不容易被人家骗 还有就是介绍红果 还有香蕉 我们今天的结果大概就这三种 推动全民食农教育 瑞士香农会不遗余力 除了办完6到8月份的食农教育课程 今年2023晚转食农去系列活动 还有9月10号的又见中秋 以及10月4号的柠檬酱丸 两场次的食农教育活动陆续登场 农会也欢迎大小朋友共同来参加 一起认识并支持在地的农产业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好 В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